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州贪吃熊的视频 今天阿雄准备跟大家聊一聊自打新冠疫情以来 美国人民的一些生活状况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这类的视频 就是觉得大家有两种非常非常极端的看法 一种就是把美国这边疫情想象的极其严重 觉得每天增加几个武汉的感染人数 简直是人间炼狱,生灵涂炭 还有一种人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极端的看法 就很羡慕美国这边发放很多社会补助 觉得哇塞,美国真好,不工作都有钱拿 所以今天我准备跟大家仔细的描述一下 自从疫情以来,人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有没有国内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或者那么惨 还有为什么国内的抗疫手段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也会跟大家聊聊美国这两款FDA批准的疫苗 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效果怎么样 首先跟大家梳理一下美国的疫情时间线 美国大概是从2020年1月中旬开始陆续报道一些新冠确诊病例的 然后1月31号川普政府正式发布 说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从2月2号开始正式关闭中美航线 并且禁止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 然后入境的美国人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这个政策有很多的弊端 中国人虽然不可以从中国直接入境美国 但他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国家待14天然后再入境美国 这个时候英国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英国的人还是可以飞往美国的 此后的一个月内呢 疫情就在美国迅速的蔓延 确诊病例直线上升 最严重的几个州呢 就包括纽约州啊 加州啊 佛州啊 德州啊等等 像阿雄是生活在加州 所以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加州这边的时间线 加州呢 是在2月末3月初这段时间 开始陆续传出要封城的消息 在3月17号 我所居住的这个Santa Clara County 就是硅谷就宣布了要shelter in place 意思就是要开始封城了 所有的商场餐馆等公共场所就要全部关闭了 但是像是一些卖食品的超市或生活必需品的超市 沃尔玛呀 Trader Road之类的都是正常营业 但是要求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有人数限制 所以每家超市外面基本都排了很长的长队 这次封城呢 就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直到6月5号 硅谷开始分阶段开放城市 首先呢就是允许餐馆可以开放室外用餐了 然后购物中心也逐渐开放 先是开放20%再到50% 其实在封城的这三个月呢 新冠的确诊病例呢 还是在直线上涨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封城其实封了个寂寞 但是从6月到10月呢 疫情增长却开始逐渐放缓了 一部分原因呢是封城带来的一些延迟效应 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气候和季节的变化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 政府也开始根据去年的报税结果开始陆续发放补助 这个补助的具体信息呢 我在后面会跟大家聊到 自从进入11月以后呢 由于开始进入冬季 再加上感恩节期间人们的购物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 所以到了12月初 新冠又迎来了新一波的猛增 然后医院急诊室就发放通告说 他们的床位不足15% 再这样下去可能就要面临医疗系统的瘫痪 就无法再接受 无法再接受新的病人了 所以硅谷在12月6号又宣布了开始封城了 要求出行的人如果出行超过150英里 回来以后就要进行自我隔离14天 像是我本来准备圣诞节去拉斯维加斯玩 因为这个政策也不得已就取消了 但是12月的好消息呢 就是在12月11号 FDA终于批准了第一个新冠疫苗 就是辉瑞的MRA疫苗 然后在12月18号呢 莫德大的疫苗也被批准上市了 所以由于这两个好消息呢 民众对于封城的反应没有那么消极了 就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曙光就在眼前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这个疫苗的发放还是很缓慢的 像现在在加州就只有65岁以上的人 及一些前线医疗工作者可以接种疫苗 预计到4月份以后 才能把这个疫苗接种权开放给所有的人 其实从元旦过后呢 像我们学校实验室呢 就基本上可以正常上班了 虽然还是有人数的限制 但是就非常的宽松 唯一的要求呢 就是工作的人每周都要做一次新冠的核酸检测 像我们这个检测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每周可以去学校的一个大楼里面 领取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包 这个检测包里面呢 就包括一个说明书 然后一个试管 再加上一个免签 里面就讲解了如何自己在家收集你的样本 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免签在每个鼻孔里面捅三下 然后把这个免签再放到这个试管里面 然后最后再在当天收集样本的当天 把这个检测包投递到一个专门的收集桶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天他们就会给你发email 告诉你你的检测结果是什么 聊完了这个疫情的时间线呢 就跟大家聊聊你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这个美国的疫苗是什么样的 就是现在美国有两款疫苗 一款是莫德纳的疫苗 一款是辉瑞的 然后这两款大家都知道是mRNA疫苗 要知道这个疫苗的工作原理呢 就要先知道一个分子生物学的概念 叫做中心法则 简单来说呢就是DNA到RNA到蛋白质 大家都知道人体呢 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 这个细胞呢 就包括里面的细胞核和外面的细胞质 DNA呢就储存在这个细胞核当中 它储存了人类所有的遗传信息 如果你把人体比作为一个大楼的话 这个DNA呢就相当于 一个图纸 它可以指挥一切事物的运作 mRNA呢又叫做细胞核 它可以进入细胞核内 转录出来这个DNA所带的遗传信息 然后把它传递给细胞质里面的其他的部门 让其他的部门来生产一些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呢就可以构成人体的整个大楼 新冠病毒COVID-19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冠状病毒 它的基本结构呢就是 里面呢是一条单链RA 然后外面包裹着一个蛋白质外壳 这个蛋白质外壳呢上面就有很多的凸起 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 其中有一种凸起呢就叫做spike protein 就是刺突蛋白 mRNA疫苗的那段mRNA呢 就是用来编码这段刺突蛋白的 就像你要抓捕一个罪犯的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罪犯的所有信息 你可能只要知道它的指纹 比对过指纹 这个是那个碎犯 你就可以逮捕它了 对吧 所以这个spike protein 刺突蛋白呢 它就相当于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指纹 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 所以呢这个基本原理呢 就是这个mRNA疫苗注射到人体后 它会利用人体的一些细胞器 就是一些部门来生产这个刺突蛋白 这些刺突蛋白呢会被人类的免疫系统 识别为是外来物质 然后就会激活人类的免疫系统 来生产一些抗体来抵御它 人类的免疫系统呢是有记忆功能的 所以等到真正的病毒侵入人体的时候 免疫系统就知道如何防御了 所以有些人就要问了 既然原理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mRNA疫苗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这个疫苗缺少一种载体 因为mRNA呢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物质 它如果直接注射到人体之内呢 可能没等进入你的细胞 它就已经被降解掉了 所以你需要给它包一个保护壳 让它能成功地进入人体细胞 科学家们呢也一直在研究这种保护壳 现在用的这种保护壳呢 叫做Lipid Nanoparticle 就是一种微小的纸质颗粒 这个载体的研究呢 已经进行了很多很多年 感觉这次的新冠疫苗的开发 就给了这些载体一个契机 让它们真正地进入到应用阶段 这些载体呢 不止可以用来运送疫苗 也可以用来承载一些其他的药物 这个mRNA的疫苗的优点呢 就包括首先它相对安全 就传统的疫苗 比如说用一些减毒活病毒 或者是灭活病毒 它是需要向人体注射整个病毒的 但是这个mRNA疫苗 它只是向人体注射一小段 mRNA的片段 它没有任何的感染性 这个mRNA除了在你的机体内 生产一些刺突蛋白以外呢 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生产相对简单 像传统疫苗呢 它是需要用一些活体配胎细胞 进行生物合成的 而mRNA疫苗呢 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过程 而且这项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就你想生产多少都可以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改造起来也非常简单 就像最近发现的几种新冠疫苗的变种 像是英国变种和南非变种 引起了人们的很大恐慌 而且最近的研究也指出 这两种疫苗对抗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能力也比较弱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想这些生物技术公司 他们肯定也不是吃素的吧 他们肯定已经在针对这些变种病毒来研发新的疫苗了 而且相比研发第一代的疫苗 第二代的疫苗研发的时间要肯定是更短的 你只需要对这个小的mRNA片段进行一个非小的改动 就可以立刻进行人体实验了 所以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呢 我对此是抱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的 总之呢 这个mRNA疫苗我觉得是人类病毒史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这个mRNA疫苗的缺点有哪些呢 首先它对这个储存和运输的条件要求相对苛刻 像是莫德纳的疫苗呢 它要求你在运输过程中保证是-20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疫苗的分发非常的缓慢 就是因为你要重新建造这些符合条件的运输线路啊 就是需要花一些的时间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这种疫苗的有效期具体能持续多久 还是很不确定的 是能保护你几个月呢 还是几年呢 这个疫苗的效果目前为止怎么样呢 截止我录视频的这个时间点为止呢 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在2800多万 然后死亡人数在50万左右 加州呢 总确诊人数是350多万 死亡人数是在不到5万 好消息呢 就是加州已经接种过大概700多万的人了 在过去七天 它的新增病例数降低了20% 美国总体的过去七天的新增病例呢 降低了27%左右 所以说明这个疫苗现在已经是初见成效了 而且效果非常不错 下面呢 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在美国封城没有起到一些防疫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呢 原因大概有这么两点吧 第一点呢 我就是觉得加州这边是有非常多样的文化的 比如很多美国人从小受一些 die hard的一些冒险主义精神的影响 他们可能更愿意冒感染的风险 也不想束缚自己的自由吧 所以有时候你很可能理解不了他们的很多行为 就像他们也理解不了我们亚洲人的行为一样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 你就可能要接受这个多元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弊端 还有一些很多涉及敏感话题的原因呢 我就不说了 大家就自我领会好了 但是这些都是在疫情的初期嘛 到疫情的后期嘛 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传染的严重性 所以你看现在大街上也都是清一色的 戴着口罩啊 保持社交距离之类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是这边封城期间呢 也没办法封的特别的彻底 就像封城期间你还是可以逛食品超市呀 然后公共交通也照常运行啊 虽然只是减少了班次 因为政府要保证一些没有私家车的人 还是可以正常的出门 然后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第三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嘛 从很早就是武汉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哇这个病真严重 传染的多么多么快 然后有多少多少人死亡 但是美国这边最开始 大家得到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可能比普通的流感 要严重三四倍 然后就没有 就是这个宣传 没有引起大家的一个足够的重视 疫情期间人们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就我个人而言 其实我是觉得生活变得比以前要清闲悠闲了很多 因为我是在实验室工作嘛 封城期间每周就只去两次实验室 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可以在家办公 但是我们在家办公的工作内容实在是非常有限 所以就变得比较悠闲 然后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呢 我们实验室就处于一个半开放的状态 大概就是你去实验室 做完实验就立刻回家 不可以有任何的逗留 然后很有趣的两次小插曲呢 就是我们实验楼里面嘛 有两次就检测出了新冠的阳性病例 然后当天检测结果出来的那一天 小蜜就统一发了一份邮件给所有人 就告诉你说啊 昨天有一个这个阳性病例 在这个楼里的哪个房间哪个房间待过 然后我们今天要对整个实验楼进行大清扫 所以请大家在几点之前撤离 然后明天实验室才可以正常开放之类的 然后我的中国同事们就说 这个事要是在中国的话 估计肯定是全楼的人都要拉去隔离了 然后硅谷的这些程序员们呢 就是一直在家办公到现在 我感觉他们的工作效率 还有工作内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反而给公司省下了一大笔 就是管理费用 因为比如说谷歌脸书之类的呀 他们平时会给员工提供免费的餐饮健身 甚至洗衣房洗澡间 然后现在呢就这些费用就全省了吧 然后在加州这边呢 因为室内的活动大多数都被限制了 所以我感觉像我的话 就开发了很多室外活动的爱好 就比如说去钓鱼呀爬山之类的 然后在疫情期间呢 我觉得大家除了在初期开始呢 有过轻微的恐慌 就是会去超市里面大肆购买食品 然后美国人特别喜欢买卫生纸 所以最开始的两周的时候 那个卫生纸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被卖空了 但是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吧 就是两三个星期 然后大家基本上生活就恢复了常态 然后超市里面也没有再出现过什么 缺纸啊缺食物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农业大国嘛 是出口量 农业出口量一直是世界第一 所以这边完全就是不缺食物 最后呢 跟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的福利制度 美国第一次发放福利呢 是在去年的五六月份 一直到十月份左右这段时间 然后它的标准是 如果你家庭人均年收入少于七万五千刀 你每个人可以收到一千两百刀的补助 然后如果是有小孩的话 每个小孩还可以额外收到五百刀的补助 同时呢他们也增加了失业保险金额 然后和跨度 就是大概你可以收到每周六百刀的补助 然后可以最长领39周 除此之外呢就是对中小型企业 也有一些额外的补助 这些我就不赘述了 这个发放的标准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它是以你去 因为美国每年在四月十五号要进行报税 给IRS报告你去年的什么收入多少啊 交税多少啊 我是多交税了还是少交税了 政府要退给我税 还是我要补交税之类的 这么一个程序 然后它会根据你去年报税的单 核算你家庭的每个人的年收入是多少 然后如果不足七万五千刀就给你补助嘛 然后我有很多同学就比如说 他去年是一年生活在美国的 然后在今年年初呢 就已经回国了 但是他还是照常报的税 因为报的是去年的税 所以他的收入少于了七万五千刀 他今年即使他已经回国了 他还是收到了这份美国政府发放的补助 现在美国马上就要发放第二轮的补助了 这次还不知道每个人是多少 但好像猜测是比上次上一次要多 好在就是从疫情到现在呢 我感觉我平时生活所需要的一些食品啊 日用品啊都没有任何的涨价 然后银行贷款利率呢 也降到了有史以来新低 所以呢对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呢 就还是一些好消息 以上就是我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咯 如果大家觉得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雄点赞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 然后参与讨论或者指出我视频中信息有误的地方 谢谢大家咯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